冬天天气冷就想来一锅热乎乎的 今天就来一锅鸡杂宝宝 分数搭配营养美味 准备的食材有鸡爪鸡翅 鱼丸 香菇 胡萝卜 洋葱 八角 桂皮 香叶等 先把鸡翅砍成两段方便食用 把鸡爪的爪尖切去不要 就不用切成两半了 整个啃起来会更爽 全部切好放入碗里 起锅烧水冷水倒入鸡爪鸡翅焯水 放入姜片料酒切腥 控制时间把胡萝卜削去皮切滚到块 把洋葱切成丝 再把它切成两段 鸡爪水开焯水一分钟即可捞起 然后放入清水里 再用手洗去它的血沫 沙锅里倒入一勺食用油 放入冰糖炒糖色 小火不停地炒啊炒 把它炒至早红色即可 然后放入洋葱姜片把它炒香 再倒入鸡爪鸡翅泡发好的香菇 再把它翻炒均匀 再把它翻炒均匀 再准备一罐87年的啤酒 把啤酒倒入鸡爪里 一支齐瓶 加入一勺老抽、生抽、蚝油 一小勺盐 倒入八角、桂皮、香叶、花椒 再把它翻炒均匀 盖上盖子焖煮10分钟 10分钟后打开盖子 再放入胡萝卜块、鱼丸 也可以放其他你喜欢吃的 比如土豆、胡椒、玉米等 放半斤以后盖上盖子再煮10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哇,真的超级的香 鸡翅、鸡爪都已经暖烂入味了 有荤、有素、营养搭配均匀 还有浓郁的卤香 冬天来一锅暖心又暖胃 相信我真的超级好吃 不幸你也可以试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仙 我们明天见 拜拜